哎呦 烦 烦 烦死我了 哎 干嘛呀 拍声叹气的 小红啊 哥这次算是栽了 你知道吗 那个演员经纪人简直是太难缠了 说演员有自己的肖像权 不经他们批准我们不能乱拍 整个剧组都不敢答应咱们 怎么办 你们说怎么办 你说这现在的演员怎么那么事呢 那给钱不行吗 钱 你看看那都什么级别的演员呀 给得起那个钱吗 那我们要不要换一个方案 那可不行 那样的话我们的奖金不得延后了吗 我这个月还有几样东西要买呢 要不 我们就按原计划进行吧 求求你了 彤彤 哥这次无能为力了 哎 今天 吴总怎么来得这么晚啊 可能是堵路上了吧 对啊 吴总平时很少迟到的 对啊 对不起啊 我来晚了 咱们先来开会 没事儿 反正大家也正处在焦灼状态呢 焦灼什么 来 叔叔 您做的菜越来越好吃了 真的啊 嗯 真好吃 好吃多吃 来 多吃点啊 好 谢谢叔叔 嗯嗯嗯 琳琳 你看依玲天天忙着不着家 又多亏你成来陪叔叔 这算什么呀 我觉得依玲忙点是好事 要不然啊 她闲着总胡思乱想 她呀给自己压力太大了 没事儿叔叔 您放心 我看着她 她有什么事儿 我马上要向您回报 得了 叔叔先谢谢您 您跟我客气什么呀 对了 莉莉 待会儿吃完饭 叔叔送你去车站吧 不用了吧 我又不是第一次来 我知道怎么走 你看前几天 依玲晚上回家就告诉我 总有人跟着她 虽然没发现有什么人吧 但是我觉得你们女孩子出门 还是小心为上 不会吧 你们这个小区 不是一向志愿都挺好的吗 那也说不准哪 还是小心为好 我可以死了 别人 看看你 你去新的黄色 我需要你 快点 你去新的禁运 你去新的币 你去新的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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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咱们 下面说这个 今会就开到这儿吧 咱们明天下午再接着开 散了 吴总 你怎么了 我感觉你很疲惫啊 没事 走吧 我送你回去 有什么话在路上说 好 海滨啊 太太突然晕倒了 什么 你快回来看看吧 好 那我马上回去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家里的事 我送不了你了 你要是请送你回去吧 那你走吧 走嘞 可颜 我妈怎么样了 你可回来了 刚才给我吓坏了 我听到屋里通的一声响 我过去了 看到太太晕在地上 我把她抱起来 赶紧就给你打电话了 您别着急 别着急 现在怎么样 现在刚醒过来 好 我上去看看 来 您这是怎么了 最近不知怎么了 我身体控制不住地难受 我看着看着文杰 一下就晕了啊 那怎么着 咱马上走 到医院检查检查 不用 不用 去什么医院呢 我不去医院 不去医院 那这么着 我把吉祥叫来 给您检查检查 我就是高血压老毛病 你不用叫他 真的没事 不行 妈 就这么定了 今天你得听我的 我现在就给吉祥打电话去 咖啡 太医院了 我看你一点疲惫 开会也不来 是不是王阿姨她 是啊 昨天晚上莫名其妙晕倒了 我回去以后 赶紧把雷吉祥叫来 给她量量血压检查了一下 但过两天化验结果出来 才正知道她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要不这样 你安心地去照顾王阿姨 这儿有我盯着呢 也好 我这两天真是分身无数了 家和这大象等着我拍板 我得赶紧把他们的数据和文件 好好看一遍 这边的事都帮我盯了点 放心吧 有重大的决定啊 我会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你的 谢谢你啊 我去给你加点汤 听说这家饭店啊 新开的很不错 今天尝尝吧 嗯 真的挺好吃的 哎 对了 新姐 伊玲最近是不是特别忙啊 我看她连给我打电话的时间 都没有了 你们那个节目叫 《流言终结者》 是不是快开播了 好像是下周一播吧 反正我们老总 对这个节目寄予厚望 所以伊玲的压力肯定特别大 再加上最近我干妈病了 海滨一直忙着照顾我干妈 也帮不上伊玲什么 所以你说她能不忙吗 你干妈怎么了 也没什么 反正啊 年龄大了 肯定这样那样的问题 就全来了 还是说总头晕 其实我觉得吴海斌这个人 真挺不错的啊 你看啊 她老婆都去世三年了 她都没说再结婚 而且她又主动去照顾她丈母娘 这种男人 现在真的是少有了 那也得看她丈母娘是谁 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我干妈呢 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 她这么多年也挺不容易的 所以对于海滨来说 她已经不只是 丈母娘这么简单 反正我干妈家的事特别复杂 外人呢永远看不透 我呢一句两句也给你说不明白 你知道吗 最近好像总有个男的 给桑依林送花 她是不是又热恋了 你说那是方子丹吧 我跟你说 那个就是她原来的男朋友 不过三年前早就分了 分了 为什么分手呢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反正她是在依林 最痛苦的时候 跟她提的分手 而且 还让她背了一身的房债 她背了一身房债 还去韩国留血呀 反正一言难记 不过 最痛苦的时候 依林总算是熬过去了 这桑依林的背景 跟吴海滨还真有点像 怎么那么复杂 是啊 所以我觉得他们俩挺合适的 而且 而且什么 还是别说了 要不然依林知道了 又该说我是小雕夫了 吃吧吃吧 我刚才说的你们都清楚了吗 清楚了 好 那就请大家今天六点准时出发 刘导 你和大勇带着李亮和柯南 你们从观众席拍一下现场的实况 好 云芳 你带着相机随便拍点素材 好 依林姐 我也想去 彤彤 你没有现场的经验 我们这次是干正事 所以呢 不能带你去 依林姐 彤彤是阿杜的忠实粉丝 你就让他去吧 哦 是这样啊 我约了阿杜在他的演唱会之后 做他的专访 要不这样 彤彤 你以我助理的身份跟我一块儿参加 真的 但是我现在手头还有一些工作要忙 要七八点钟才能完成 要不咱们到时候约个地点 一块儿汇合 成 那我七点慢给你打电话 好的 依林姐 那吴总 什么时候才能正式归位啊 那要看我阿姨的身体了 但愿她平安无事吧 好吧 大家都各就各位 希望今天不要迟到 还有演唱会过后呢 场面会非常地混乱 请大家注意安全 桑总 您现在越来越具备力量 导演 导演 你是在拿我开玩笑吗 要我可不敢 桑总 可真会打茶 那我们准备先 好 好 走 加油 依林 还不下班呢 这两天工作特别多 加上吴总又不在 我不敢有什么疏漏啊 行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不过 有话你就说呀 倒也没什么 我就是想说 这要是想做成一件事情啊 必须天时地利人和 现在倒是人和了 但是如果天不时地不利 那就挺 我相信 人定胜天 那就好 那就好 行 你忙吧 我走了 好 人定胜天 好 就是 来 我走了 走 喂 吴总 你是不放心我的工作效率 打电话来监督的吧 胡说 我想问你吃饭没有 别人忙起来忘了吃饭 要 我还真忘了 一会儿路上吃吧 你不用担心我 好 阿渡采访的事情怎么样了 准备好了 我约彤彤一块儿去 一定要注意采访细节 这我知道 我有我的底线 那对对 拜拜 喂 彤彤啊 我现在可以出门了 那你什么时候能到啊 如果顺利的话 应该半小时就到了 这样你在演唱会的后门等我 好 行 那一会儿见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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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还有人吗 还有人没下班呢 还有人吗 能来给我开一下门吗 二龙 二龙 他都在这里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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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依林姐 你怎么还不到啊 这演唱会马上就结束了 不好意思啊 我已经在路上了 你等我一会儿 哎 你声音怎么不对劲啊 没事 到了再说吧 好 那我等你啊 好 那我等你啊 你这是怎么了 演唱会结束了吗 九点四十就结束了呀 那赶紧去后台吧 赶紧去 没事 没事 工作重要 走 小心 你好 我是永续的主持人桑依林 你就是桑依林 你看看现在几点了 你也太没有诚意了吧 你给我打了这么多次电话 约这次采访 我好不容易跟你争取到了 可你现在呢 你就是阿爽吧 真对不起 麻烦你转告阿杜 我们在路上出了点意外 所以才来晚了 对不起 她已经回酒店了 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 这跟我没关系 今天就这样了 阿爽 你帮帮我吗 求求你了 帮我跟她说一下吧 我们真的没办法 我们在过程中 出了一点状况 所以今天来晚了 下周我们的节目 就要开播了 一定要保证五级的量 要不这样 我跟你回酒店 当面给她道歉 征求她的原谅 你看这样行吗 桑小姐 刚刚开完演唱会 所有人都很累 更何况杀肚呢 她本来就不愿意 接受这次采访 我好不容易 帮你约到了 可你又迟到 你让我怎么办 您就通融一下吧 没看到我们主持人 都受伤了吗 她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 又要来到这儿 难道这儿还不够诚意吗 你受伤了 对 我们来的时候 出了点状况 但是没关系 只要我们能采访 到阿渡就可以 麻烦你了 好吧 我试试看 早不能保证 行 走吧 走 你们在这儿等着吧 我进去和她说一声 谢谢啊 紧张死了 紧张什么呀 彤彤 我今天真得感谢你 要没有你的话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这是什么话呀 我之所以能看到自己的偶像 还应该谢谢你呢 咱俩别瞎客气了 等人家消息吧 好 好了 走吧 谢谢 好 谢谢 阿渡 他们来了 我的天哪 太帅了 阿渡 你好 我是永续的主持人 我叫桑一玲 你受伤了也要来采访我 对 但是我今天来晚了 请你原谅我 做你们这行呢 时间决定一切 不管什么原因 只要迟到 就是犯了最大的错误 我知道我犯了最大的错误 但是还是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好 你旁边这位 一看就是个菜鸟 不会也是我的歌迷 假把你助手来的吧 那你也太不专业了 我实在找不出一个理由 去接受你的访问 好了 让他们走 等等啊 阿渡 你听我给你解释一下 我不说这次采访 就我个人对工作而言 我是非常认真的 我记得你零四年 发布专辑的发布会上 说过一句话 你说不追求结果 过程才是你的终极目标 这句话一直深深地打动着我 而且指引着我 未来的工作方向 今天我来采访了你 不知道为什么公司大门 给锁上了 我到处喊没有人帮我 所以我从二楼的天台上 跳了下来 因为我跟你约好了 我必须履行我的承诺 还有 我要给公司的人 和领导一个交代 所以现在我站在你的面前 我真心地请求你原谅我 给我一个机会 伤得重了 没事 只要能接受我的采访 就是对我最大的关怀 谢谢你 好吧 谢谢 慢点儿 你看 就连阿渡都说 没见过像你这么疯狂的人 依林姐啊 我真是封你为我的偶像了 我现在担心的是 这两天工作该怎么办呀 还想着工作呢 你听我说 你不是钢铁侠 也不是蜘蛛侠 更不是什么神奇女侠 所以现在你要听医生的话 好好养好身体是真的 那可是吴总 吴总是你的上司 又不是你的上帝啊 可是公司给咱们 投了那么多钱 吴总现在是身负重任 有可能我的不争气 让他名誉受损 不过幸运的是 我这次没骨折 说不定两三天就好了 就是嘛 喂 阿爽 阿渡让我转告你 这次演唱会 还有三生二生 剩下的演唱会的 所有的采访和花絮 全都交给你们来做 真的 什么真的假的呀 还被你感动了 那谢谢你啊 太感谢你了 没事 那我们再联系啊 再见啊 好 太感动了 慢点小心点啊 这什么事 把你高兴成这样 刚才阿爽打电话来 告诉我说 阿渡的三十二场演唱会 全程都让咱们跟拍了 真的呀 好久了 一直很慌了 你躲吧 我就说呢 没有你办成的事 所以我才把你送给我的偶像 你还捧我的 我都成残疾人了 靠谱 这家韩国公司 这几年的业绩做得不错 实力不错 没错 他们的业务总监来自哈佛 去年上半年他一来 就对公司做了很大的革新 感觉野心勃勃的 我希望跟这样的公司合作 有挑战 不过反过来说 跟他们合作 对合作伙伴的要求也高很多 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 他们会立即表态 马上采取措施 不怕 欲强则强 我觉得这样 反正对家和有好处 没错 这样才是最完美的搭档 就像咱俩也是完美搭档 真的 你想想看 如果没有你 我怎么可能在短短这么几天之内 这么多工作都能上手呢 而且 咱们这第一项任务 马上就可以完成了 你在等电话吗 没事 就是我那一个栏目 留言终结者 今天有个很重要的工作 我有点不放心 要不你去看看吧 我们这里可以明天再谈 那不行 明天还有明天的活得干的 没事 咱们继续 继续 你现在不饿吗 不饿 季节 都十二点了 你肯定饿坏了 对不起啊 我这一一干活 我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咱吃饭去 不用不用 我早就有准备 来 来来来 咱们边吃边聊 节省时间 饭团子 你喜欢吃这个 饭团子它有个最大的好处 它不怕凉 什么时候吃都行 没错 最近我跟你在一起工作 我就发现你有个毛病 一工作起来 老是鸡一顿薄一顿的 这样对你的胃口不好 会落下毛病的 来 喝点热水 我们边吃边聊 吃完饭我们再吃点水果 补出点维C 我突然发现你是个 很细心的女孩子 真的 谁娶了你 谁将来有福气 好 那我就等 那个有福气的男人出现 这话不对啊 听着好有点着急 要不我先给你介绍一个 不用不用 是我的它尊贵就是我的 不是我的 谁给我介绍都没有 也对啊 来 干杯 来 怎么样啊 行了 血压恢复得很正常了 得干慢啊就是底子好 是吗 我看啊明天啊 就可以去上班了 明天啊 嗯 不用多休息两天吗 不用 按理说 到了干妈这个年龄 是吧 尤其是女人 是应该多休息休息 但是呢 你说干妈事业心这么强 你让她一边在家休养 一边在想着公司那些 大买卖大项目 你说她不憋着便来才怪呢 公司有海滨 有寒娇撑着 我还真的放心 干妈 海滨要去佳河了 她必须要过来 丈母娘倒下了 她身为女婿 又是佳河和我汪秦财产的 唯一继承人 她不管谁管 无论如何她必须要管 我倒觉得像海滨这样的人 视钱财如粪土 她就想弄点新鲜刺激的玩意 流言终结者 那才是她最重要的 你说让她去佳河 还不等于是 身在曹营心在汉呢 你说什么呢你 海滨心里怎么想的 你知道啊 我跟海滨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 她心里想什么我最清楚了 行了行了别吵了 夫妻场不容易 自己不珍惜谁也帮不了你们 是干妈说的对 我我一直都很珍惜 吉强啊 我是想告诉你 就我现在的身体情况 我恐怕回不了公司了 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不是 我觉得你这身体状况没问题啊 我说你这人 你怎么听不懂干妈的意思呢 干妈是想休息 暂时不想工作了 那您的意思是 对 我就是想让海滨明白 就我现在的身体情况 我已经胜任不了公司的工作 她不能袖手旁观了 她必须要过来 你 必须给她做工作 喂 吴总 你找我有事吗 我刚开完会 你怎么样 都睡着了吧 没有 我刚采访完阿渡 一路上打不着车 所以回来晚了 那你今天可辛苦了 明天上午好好休一半天 下午再来公司 好吧 那哪行啊 我明天一大堆事呢 行了 别说了 就这么定了 听话 好好睡觉 晚安 一连 过来吃早餐 我不吃了 我来不及了 我要去上班 你看你这孩子 几天不着家 也不在家吃个饭 吃早餐 快来 来来来 吃面包 好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真快迟到了 有事你就说吧 瞧你这孩子 没事就不能说两句话呀 感情以后要跟你说话 还得提前预约是吧 爸 您看您说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没事 没事 爸呀 就是要让你陪我吃顿饭 吃完了上班 吃 快吃啊 快 吃吃吃吃 一玲 你那儿采访怎么样 我正有个好消息 要告诉大家呢 大家快坐啊 快快坐快坐 快收拾是什么好消息 阿渡决定 以后所有演唱会的专访 都讲给我做 真的 真的 一玲 你也太神了吧 这可都是托大家的红服 谢谢 谢谢 听话我还听 当一玲 我看你是不识抬局 你什么工作态度 吴总我怎么了 你以为你自己很行是吧 很能干 一枝独秀神通广大对吧 吴总你什么意思呀 我什么意思你不懂吗 我真没想到 你会如此愚蠢 我做什么了让你这么说我 你知道你做什么了 刚才在楼下 彤彤把一切都告诉我 他说他以你为偶像 以后做事情要以你为榜样了 我是为了完成我的工作 你完成什么工作 连生命安全都不过去完成工作 那是最要不得的工作态度 而且 人家还把你当榜样 对你这种错误的行径 以后要进行效仿 这责任你担当得了吗 幸亏没出大事 要不让我真后悔 把那件事交给你做 你看我干吗 我还哭 你以为你小孩子 你这么大了不懂得爱惜自己吗 饶还疼吗 行 小潇 去购买成拖鞋回来 多大的 三七三八都行 三七三八都行 质量卖好点 快点 待会儿就送你回去 什么时候把脚伤养好了 什么时候再来上班 不行 我下午约了一个采访 采生访 我终于约上陈思成了 我不能试约 下车吧 真要穿拖鞋进去啊 你再磨叶给你送回去 行行行 反着穿什么都一样 我也漂亮不了哪儿去 说实话 站这么多年 我还真没看过哪个记者 穿着拖鞋才帮明星呢 那你到底让我去还是不去啊 你随便啊 慢着啊 嗯 没事儿 约的是这儿吧 他可能还没来吧 那咱先歇会儿 吴总 我趁机先去补个妆 那也好 能利落点 好吧 嗯 那我扶你去吧 你还陪我进去吗 这家伙 你先坐这儿等我吧 行 您慢点啊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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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去吧 行 行 行 听吧 你先抓紧 行 行 好 哪儿去了 怎么还不回来啊 孟阿姨 今天感觉好点了吗 好多了 我想问你 跟海平处得怎么样 挺好的 吴先生总是说 他不懂生意上的事 我看不会 其实他脑子转得挺快的 做什么事总是能举一反三 我在他身边 反而学到很多东西 那就好啊 他现在在你身边吗 没有 他那边好像出了一些状况 需要他亲自处理一下 不过没事 好多问题 我们昨天已经讨论过了 他没来啊 今天 他不是答应过我 要把家和的利益 放在永续之上吗 他是不是要出尔反尔啊 没有 他刚才还给我打过电话 说到五点钟之前 应该能到 还要跟我继续聊呢 五点 那让他直接回家 你也过来 我们家里聊 好的 汪阿姨生那么大的气 不知道海边能不能应付 好 好